大家好,歡迎來到《講經老》這個頻道 成立這個頻道的目的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波經》和《馬經》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內容幫到手,又或者喜歡賽馬,喜歡看球的朋友 記得按訂閱我們這個頻道,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就確保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資訊,多謝大家 大家好,今天又來到真飛過關的時間 今個星期三,谷草夜馬猶豫跑九場 一樣照舊,6時40分開跑 中的賽道就是B跑道 B跑道近期上,看回早前好像跑短途,鐵欄有點優勢 短途擺前走有點好處的,好像 看看這次又是不是真的好像上次的賽道一樣 如果能夠跑短途,擺前的馬有優勢 那機場短途,三場拆了四班千二,選擺前走的馬,好像很有優勢 在講今次賽事之前,我們又講一講 剛剛最近星期二日的賽事 都不知道在做什麼,風勝多彩也沒有 黃金風出氣一生有 火神神的阿丁埋,都是明媒望族,好像也沒有 明媒望族好像沒有千二威勢 接著那隻好勁力也有,明亮天下又跑了 跑了上來,沒有十八掌門 哇,星期二日那三關在腳上真是陰鬼敬 那些膽子,掉了眼鏡,走了 對,打算下一點點雨,擺前面內藍會不會有優勢呢 不好意思,沒有優勢,泥地擺前面有優勢 但你說草地就一點優勢都沒有了 那所以變成那天完全也是 錯判形勢之餘呢,其實那些膽子 都慢慢地走勢回來表現,都有點失望 那看看今個星期三日會不會好一點 那希望那三場短途,簡單處理得到 那剛才也有說啦,三場短途沒錯啦 我今次選了三場的四班千二,拆了來的嘛 那頭關第二場啦,四班千二啦 那要了8號精益大師做膽,拖手上教,12號新力 那精益大師最近贏完馬之後呢,其實都接連跑得好的 那這次跑了一檔,用王志雲,我相信心意都很明顯 也都很簡單處理的吧 那阿志雲哥,麻煩你幫幫忙,不要慢閘 在前面就已經有機會啦 那上教三檔都會等在前面走的,那就要撲住啦 而新力排這個七檔可能會留後一點的 如果能夠走得到四五位二碟呢 入直路轉彎早一點西定出去,填台灣最流行的那些 轉彎蝕多一點西定出去,開始衝呢 都不可以說他沒有機會啦 看上去都像樣的,這隻新力 其實我覺得近期,我覺得這隻新力是不需要落五班 才能夠交貨的馬 我覺得他四班都應該有能力交得到的馬 那所以變相這一關就簡單點啦 那你說其他馬選不選得一個呢 喝杯我真的不太看好,贏完馬 就跑到一場主賽那樣 然後上場跑到第四 這次還要轉過來谷草跑 都不知道喝不喝得杯落,是不是呢 他早前都試過啦 他試過的啦 沙田千二嘛,贏完三場 他有點試襲的嘛,但是那場過六 輸到你暈在那裡 然後上場跑了一千,又追到第四 然後這次過來谷草跑了 還有呢,這隻馬比較年輕 三歲,背一三 背著一八三十五,不是那麼容易的 所以變相一號喝杯,我寧願他拿去背票算啦 然後這隻側身馬列胡者健就還沒得的 那長勝敗區就直接歪了 好像歪了那隻馬 就是直接覺得,今季完全沒有form 上年都跑得不多的啦 都叫做入到三個Q 三條Q回來,但是今年什麼都沒有 是,最厲害的那次是八的 第一次是七的 所以變相,長勝敗區暫時就不太看好他住 另外那些有心意超風速,我都覺得是沒得的 有心意都叫做好一點 是,初出沙田千二都叫做追兩步 但是都輸八個幾馬位,都輸到離航離辣的啦 那隻,那隻,尿康米那些超風速就更加好 那些其他馬,我都覺得一般一點 因為剛才所說,如果B蘭真的是擺前走的馬 就是短途計 那變相,什麼旋風飛揚必先生啊 這些都不用想啦 因為這些全部都留後的嘛 戰鬥英雄 不是陳家晞就不會買的啦 是啦,不會再碰的啦 如果陳家晞跑回來才會再碰的啦 然後下面那隻真好運喔 九檔,但是你都被迫著 讓你衝一段,那只有一個近字都也是 那所以變相今場就會 要了八號精益大師做膽啦 那拖前面一起配放頭的手號上膠啦 那再加多隻12號新力的 那跟著第二關啦 沒錯啦,就另一組四班千二的第二組啦 叫做,那第四場 那就要了四號勝利神驅做膽 拖曳勇威神驅 秋木火同名 兩隻神驅啊 那,葉楚行 這次真是吃粥吃飯看你啦 要了你兩隻 又是王志宏 又是一檔 簡單跑法啦 對他在前面放沒問題啦 那最近呢,他跑泥地的 其實他谷草呢 最厲害都是跑第四而已 沒贏過的 他都試過找巴道對他放頭 跑得好的 跑這個第四 贏不了兩場都是沙田 起碼都叫菊草式跑先 跑過先 第一兩場 泥地 入了一條Q 然後上場跑到不知 跑到散了 這次找王志宏 選多7磅 有一個一檔 貼難 不放頭都放第二位了吧 不過這組馬應該 沒有馬在前面跟你鬥快走的 自己放啦 乖乖地 那木火同名跟著他埋咯 是不是先他二檔嘛 第一是跟他後面BOSS位 要不就 這組馬出來走二碟 入住路跟你用一段 因為木火同名前方 覺得這個路程 真是幾準的 而且這裏的馬實在太差了 太水了 那都沒得好選 另外都要選擇到勇威神區這些 那下班 還要找張日麗再減多3磅 你就知道這隻馬都已經 連我連馬師都覺得 都相當之失望了 明明4班人員打算去扶搖直上的 想想想想不到 跌下來 3班最厲害都是兩次跑第4 潘頓又試過 張日麗試過 所以變相下了4班 看看欺負不欺負這一組隊 因為這一組都幾弱 那些什麼見三封 都跟了幾局 都跑到最後回來 那怎麼辦呢 日中月震 下了潘頓 是賀然的 但是你說這隻馬是不是現在 落潘頓又來了呢 那他可以 我都沒辦法 但是你看神速角度也好 看他的走勢也好 都不覺得他 都不覺得他會可以 那另外長勝力區 那我跟長勝霸區 同主一起報4班千2 但是那隻不行 這隻都不太行 那還有一隻質身馬的 二期之寶 精酸大師 升火獵園 這一集全部 如果你說好一點 那隻叫做升火獵園 但是 這隻升火獵園 第一鋪跑谷草 千2跑到包尾 然後走過沙田試了兩鋪 千2千4 千4叫做都是差的 反對都斷的了 那所以變相 這隻升火獵園都是一般的 反而下面那一堆 回到月盈9秒9 兩隻都適合 但是兩隻跑法都會被動 11檔9秒9 就更加不好說 一定都會縮到後面後一後 這些又不是1650 沒有對面直路 給你轉彎加速 那你怎麼搞呢 那花獵園 又是這個七檔 本身這隻馬 就已經不是跟前走得好的馬 你只要抽七檔 你都會留在中後碟 那前面整個慢步速 慢放回來 和你入地路支一段 大家都是爆那麼多 你怎麼反先 雖然這兩隻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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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看不到他們可以反省 才能回到前面 放頭走那些什麼勝利神驅 木火同名 這些 所以變相 勇米神驅都只不過是 選擇他 其實他跑法上不是特別主動 是希望他有一群級數 去吃得起這一組 那麼弱 另外那些什麼精酸大師都不行 還是漂亮呢 這隻馬都很漂亮 不過好像不喘名 還是不知道什麼 我都不太敢選擇 這些馬現在 都不知哪一部喘 哪一部喘不喘 對不對 像菲伦布那些 鬼不知道這隻馬 很漂亮 但是他喘名 你怎麼知道 跑到幾百米 突然急劇墮退 說他喘名正發作 雖然容天鵬的喘名馬 就叫做有些保證 都很少 說這麼容易翻法 但是馬的東西很難說 是不是 你買了下去 他突然翻法你就生氣 你生氣自己為什麼買他 你沒有買的時候 他沒有化作 你就說自己 一早就知道要買這些馬 所以變相 這些太講運氣的東西 本身賭馬來講 都已經 賭博已經涉及運氣 再加上這隻馬 健康上都還要再加運氣上去賭 都幾難搞的 運上加運 有沒有這麼多運氣 所以變相還是 FIT都沒有辦法 都要買低 你說其他質身馬 最失望的就是二號劍山峰 最初想想有些料到 有些走勢 就跟著他 跟著他 頭寒 不是頭痛 是頭寒 所以變相都放下了他 希望 這一組 雖然說 比較弱一些 二億地回來都OK的 所以變相 就要了4號勝利神驅做膽 推著1號勇威神驅 加上7號木火同名 跟著來到尾關 沒錯 最後一組 四班千驅迷 第五場 要了一隻 一號正氣清驅做膽 拖路海南寶 搞好威武寶寶 其實就很不想跟正氣清驅 因為他的檔位真的有點難搞 12檔 不知道部門隊去哪裏跑 但是 二億地回來的級數 應該是吃得起這一組的 三班 戰鬥完一輪 只有他近一點 贏不到 又落回來四班 上場立刻入Q 那你可想知道四班 他的威力幾大 上次其實的檔位都不是特別好 10檔 部門跑過一劑 再多一劑去跑 還要除配備 這些馬房 好笑 要我動 但除了他的頭罩 希望可以維持到 不贏都跟他入 入頭三名 對了 其實理論上 應該是要海南寶做膽的 跑法上 理論上 應該是他最主動 他出去放的 但是 Baddle我真的有點害怕 即是他可以突然消失的 即是就算這隻馬 健康也好 他突然那天沒有 他真的任何馬 怎樣跑都沒有 好威得人害怕 所以變相 我都不敢向他做膽 所以變相 就要了他做 腳 即是如果不是正路 我應該是找他做膽 但是 穩陣一點 唉 都是正氣性虛做膽 那就要六海南寶腳 另外威武波波 我就覺得 有個一檔幫手 希望不要金筋頭 上次Baddle在內蘭捐上 有些走勢 內蘭那天不是特別有優勢 但是他都捐了兩步 跑了第六 有些走勢 雖然給了潘頓跑 不要太熱 現在這一刻 就11倍 明天都希望維持著這個倍率 都幾值得玩的 9號威武波波 其他物電信飛車 要追 轉彎田他應該都西賽 跟你早點走 看他走不走一次 另外真感 斷你的攬 連續隔了一場沙 都兩場跑得差 上場的時候收停 然後下面 勁力十足會走 如果跟他以往 跑得好來講 他應該要走 不知道他走不走 他上場是走不了的 不過上場因為跑直落1000 但他最今 叫做一大輪的沙田賽事 這次走過來菊草跑 菊草跑過的 當初韋特第一季 另外 勇倉派堆 就不會走的了 可能跟前一點 就是最多 大英才 贏馬那次是跟前跑的 不知道他這次怎麼跑 還有這隻馬 還沒跑過菊草 第一次過來跑 也是要想 另外 12號 我覺得這隻馬 其實有點走勢 但另外 如果對比起兩隻 就是他跟威武寶寶 我寧願選威武寶寶 另外 進寶又失望了 山山勝利初出 看試集看神初 都好像還沒得 還差一點 大千無雙 更加不要說 兩場都在包尾 大概 還在適應的階段 原來這組 比剛才那組更弱 更加少馬可以選得上手 變相 沒得搞 是要選大熱門 所以變相選了 一號正氣清驅做膽 拖著六號海南寶 加上9號 威武寶寶 重複我們這次選什麼 頭關第二場 八學精益大師做膽 拖手號上教 十二號新力 次關第四場 四號勝利神驅做膽 拖一號勇威神驅 七號木火同名 到尾關 第五場 一號正氣清驅做膽 拖六號海南寶 好 加上我威武寶寶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這條片的內容 可以按一下訂閱這個鈴鐺 然後可以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你就可以最快最新收到我們的資訊 如果你有什麼想跟我們交流 即管在下面留言 我們見到就會立即回覆你 多謝大家